点滴记录中国法治进程 今日说法 你看这小狗它自己跑出来了 小狗有没有好像跑到 你说清真相 所以看到一个小白点 这里在这里移动 今日说法问过出 新厂里的一只狗 各位好 这里是今日说法 欢迎今天 2012年的1月2日 在网上出现了一只小狗的照片 而且很快 这只小狗成为了众人关注的一个焦点 在照片上我们可以看到 这只小狗浑身是血已经死亡 而狗的主人说 这只小狗是在飞机托运的时候 在机场被工作人员打死的 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 来看一下记者发回的调查 我们的记者在第一时间赶到了海南 找到了小狗的主人 妮女士 妮女士向我们讲述了 事法的经过 因为老人在这边 过年我们就想过来陪老人 过年 因为时间比较长 所以我就决定把我哥哥办托运 妮女士的家在北京 她说自己是2012年1月2日中午 乘坐HU7182航班 从北京飞往海南的 当天下午4点多 降落在美兰机场 她下飞机后 就急忙去行李领取处 因为她非常惦记自己的一件行李 一只装宠物狗的笼子 那里面有她的小狗哥哥 早晨就没给她吃饭 就带她排便排尿都排干净 然后上个飞机 落地以后我就特别的焦急 我就是怕那个小狗要是传来传去 她受惊吓嘛 格格是一只四岁大的贵妇犬 因为动物必须拖运 妮女士非常担心第一次坐飞机的格格 三个多小时的路程 格格不知道怎么样了 她焦急地等待着装格格的笼子 在行李传送带上出现 等完以后呢 我就发现不对头的是什么呀 我看到有的行李已经转了一圈出来了 我的狗还没出来 我就撩开那个传送带 那个不是好多那个胶皮挡的呢 我就撩开一看 我的笼子在哪儿 狗没了 妮女士说 当时她发现 装狗的笼子还在 但是狗不见了 这可着急了 立即找到了现场的工作人员询问 过了一阵子 有人告诉了她一个惊人的消息 她的狗从笼子里跑掉了 我当时第一个反应 我说不可能 因为箱子我又包 我包完以后 机场又给打包了 说出问题了 我说不可能 妮女士不相信笼子会坏掉 即使格格真的跑出来了 她会跑到哪里去呢 难道没有人负责抓住她 交还给自己吗 又过了一会儿 那个工作人员过来 告诉她的一件 更让她无法接受的情况 你的狗跑到跑道上被打死了 格格是满脑袋鲜血出来的 死了 等妮女士再次见到自己的小狗格格的时候 小狗已经死亡 而且身上还有伤痕和血迹 上飞机的时候还是好好的 下了飞机以后小狗就死了 在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小狗又是怎么跑出来的呢 带着和妮女士一样的疑问 我们的记者找到了美兰机场 经过一番仔细的安检之后 我们被允许进入机场内部进行拍摄和采访 机场的负责人首先向我们介绍了他们事发后调查的结果 我们的人员把这个小狗的笼子放到这个心理盘盘上 转身去提拿其他行李的时候 这个小狗呢就从笼子跑了出来 机场方面称 当天妮女士乘坐的飞机抵达机场之后 一切程序都是按照日常的要求进行的 托运的行李从飞机上卸起来 装上了行李车之后就拉到了传送带前 从这里传到外面等候行李的旅客手中 当时装有格格的笼子 被从行李车上取下来之后 不知怎么的格格就突然从笼子里跑了出来 我们人员现场人员就进行了抓住这个小狗 小狗呢面临僧人 他不让靠近 在屡次这个围捕呢 没有成功 小狗从我们的心里转盘 直接跑向了机平 机场方面说 当时的情况发生的很突然 小狗跑出了行李间 直接上了停机坪 然后穿过停机坪往飞机跑道的方向跑去了 当工作人员追到附近的时候 不敢再继续追了 小狗这个时候呢 已经穿越了我们的滑行道 那么在我们的这种作业标准里面 也有规定啊 就在我们的停机坪区内 如果发生这些小动物 我们都采取生情 微谱 不会去射杀它 那么它进入我们的这个滑行道 特别是像跑道 再有跑的这个机场 我们坚决不能让它对上跑道 不能 特别是不能让它对航空器造成影响 机场方面说 国内外都曾经出现过 因为动物侵入机场跑道 造成了不同程度的事故 2001年7月 这架A320飞机 在飞离美国俄亥俄州机场的时候 一只大鹅突然冲进了跑道 结果被飞机的发动机吸了进去 导致发动机报废 损失总价值超过350万美元 2002年12月 一架飞机着陆时 与一只白尾鹿相撞 飞机破损 鹿被撞死 2009年1月 一架空客A320飞机撞上了飞鸟 所幸的是机长处置得当 飞机破降在河中 78人受伤 而当天很快就有飞机要起飞河降落 为了避免这样的事故发生 机场内的工作人员 在寝室塔台以后 采取了应急措施 为了保证航空器的安全 采取了远距离 当时距离小口大概有 二三十米远的距离 实施了射杀行动 机场方面表示 当时采取射杀行为 完全是为了保护 即将降落的飞机的安全 出于无奈 但是 你女士一家 没有接受这个解释 她们首先提出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 本来装在笼子里的格格 怎么会突然从笼子里跑出去呢 它这个笼子装的时候 是这样 它这个钮啊 这几个槽 是这样的 包括底下 包括底下这个层 它都是这样的 给它塞进去 塞进去以后 把这个钮合上 所以它往外开 是不可能开开的 它现在呢 是什么 钮都是这样关好的 笼子 这个门 却打向了里侧 笼子包装的 我自己也包的 航空公司打包的也都是 没有任何坏的地儿 这个狗怎么抽来的 它有笼子 当时怎么看的 是一个 当时是完全没有坏的 笼子没有见到 什么特殊的情况 没有见到 没有出哪裂了 哪裂了 这个没有看到 这个没有看到 为了弄清楚 到底当时小狗 是怎么跑出来的 记者查看了 当天的值班表 找到了那位 负责搬运格格的 行李员老冯 老冯讲述了 当天的经过 打一下转盘 然后是 然后是 把那个货卡 都往解开 然后第一件 是把小狗 摄下来 当时是 右手 拿着把手 左手 拖着 小心地把它 放到转盘上 然后 摄下其他行李的时候 看到小狗跑出来了 然后我就 跑到前面去 拦住他 来到这里的时候 我就在前面堵 他就 就不往 刚才时期没有往外面跑 然后这里 来回到跑动 我当时手 没有什么工具 就这里有个 有个方 这里有 有个方 这里有 有方 这方嘛 我就拿着 这个方来 把它挡 挡到围缘了 对于老冯的讲述 机场方面随后 还提供了一段 当时老冯 装卸格格时的视频 这是当天 我们保证这个行李 我们工作人员 把这个 宠物箱拿下来以后 你看 这个小狗 它自己跑出来了 对对 这时候呢 我们的工作人员 现在 好像堵住它 然后 叫 我们另外一个 工作人员 拿它的这个 宠物箱过去 拿它宠物箱过去 他们希望能够 把这个 小狗能够 重新装回 它这个 宠物箱里面去 这时候他们 因为他们在 在围住它 围住它 不让它跑出去 对对对 对对 他拿了 他拿了一个筐 能装起一个 一个塑料筐 然后能够 希望能够 把它装起来 让我来 这时候 你看 这小狗 从这里 从这个方向 往鸡皮方向 跑出去了 对对 而对这段视频的内容 你女士并不完全认同 她认为 这段录像的时间太短了 而且监控录像里 没有时间显示 因此 对她的可信度有疑问 就是一个小白狗 在那跑 也没有时间标 所以我说 我们小区连电梯里 都有时间标 所以我就质疑 也没有进镜头 看到底是不是 所以我也不敢说 是不是我们家哥 这段 方面没有时间 因为我们 大概从 在1号 从 1月1号 大概到 应该到8号这样 我们所有的 视频装盘 它这个前端 这个摄像头 它这个供电 问题 今天我们请到 演播室的嘉宾 是中国人民大学 法学院姚欢庆教授 姚教授您好 您好 我们看到这个小狗 是在托运的过程当中 从笼子里面 跑出来了 确切地讲 是在托运货物 到达目的地以后 在这个装卸的过程当中 小狗跑出来了 那么从这个情况来看 责任应该在谁 这个里面 我们会认为 从托运合同的角度来讲 那么这个里面 是个典型的 比如说货运合同 你女士 作为托运人 跟航空公司之间的关系 就是一个合同法的关系 那么从合同的责任的追究上面 或者说甚至从 比较广义的民事责任的追究上面 我们说根据 合同法的311条的规定 其实承运的承担的是 无过错的 除了法定的免责是有以外 一 这个就是不可抗力 二 这个货物的那个合理损耗 或者自然性质造成 第三 托运人或者收获人的过错造成 除了这三个理由以外 其他的情形下面 货物发生的这种毁损灭失 承运人都要承担责任 目前航空公司和机场 都给出了事件的相关说法 但是你女士仍然还是很难接受 小狗在机场被射杀 这个事实 那么接下来 我们的记者在航空公司 还能不能找到相关的证据 来还原事情的真相呢 自从出了事 你女士在海南的家里 就整天想着哥哥 想着他们相处的日子 从北京带来的 哥哥平时用的吃的玩的东西 他都没舍得丢掉 我四年前退了休 我们一块嘛 选了这个狗 这个狗是一个 非常非常优秀的狗 你说坐下握手 干什么折腾躺下 完了你让他躺下躺下 你女士说 这四年里 哥哥已经成了家里的一员 因为自己退休了 平时一个人在家 哥哥与他朝夕相伴 就是一个不会说话的孩子 太那什么 太可爱了 而且我这个小狗走哪去 谁都说 太可爱了 而对于机场方面所说的 小狗哥哥威胁到飞机安全的解释 你女士并不接受 她还提出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 哥哥究竟有没有跑上飞机跑道 是不是确实对起降的飞机构成了威胁 我的哥哥要真的跑到跑道上去了 影响大家的安全 打死是应该的 我没有任何那些说法 对吧 不能为了一只狗影响大家的安全 可是你给我证据 你说清真相 对于你女士的质疑 记者也找到了一位当时参与 追捕小狗哥哥的机场工作人员 他讲述了哥哥当时的奔跑路线 和他们抓捕的过程 当时我们骑电动车从这个位置追过来 我们那边当时有人用追降机 给我们通报信息 当我们跑到这里来 那个信息通报说狗跑到草丛里面了 当时应该已经跑到牌子 还靠里 跑到牌子里面了 当时这块对我们来说 已经我们就已经不能进了 从前面那条红线 这延伸过来 只得到那个前面那个 也就是一个草坪 也就是到三几号位 靠里面的我们不有几句 那时候对我们来说属于禁区 几个工作人员在报告的同时 就听到有人喊发现了小狗 当时南方在这边保障航班 他看到狗了 我们当时在那边找狗 结果在那边没发现 接着南方一喊 我们就赶紧过来 好了我们走到前面这个位置 那狗已经在那个位置 你看到狗在那个前面的华权道上了 但是紧接到厂物 就进去采取措施 我们就撵在这里 我们准备进去 此时工作人员再次向塔台报告警示 因为很快将有航班起飞和降落 机场认为此时必须采取应急措施了 这个民航法就赋予机场的 就是安全第一 这样一个大的规定 这是法律 在07年民航局颁布的 这个机场运行安全管理条例里面 也就是我们说的191后令里面 对这个野生动物 侵入的防范 有这样的相关规定 这个第一条就是防止 鸟类和其他动物 这个侵入跑道 并撞击航空器 这位负责人说 鸟类和其他动物 一旦闯进了机场 可不是闹着玩的事 因为那会产生严重的后果 飞机起降时 发动机产生的巨大力量 很可能会将动物吸进发动机 如果是那样的话 后果将不堪设想 而当时隔个跑道的地方 离飞机的跑道已经非常接近了 我们的那个机场 在不远处先是滑行道 滑行道再往南端是跑道 那么我们这个小狗的位置 是在地点楼道 也就是这个位置 是所有机型 不管是大机型还是小机型 起飞降落滑行 都要必经的地方 这个时候的飞机 的滑行速度 起飞速度都是非常快的 所以一旦小狗 从这个位置地楼道 上了跑道 对航空器的威胁是比较大的 如果是这个小狗上去 按他那种体积 很有可能被吸到发动机里面去 当时机场内负责 安全巡逻的工作人员 在请示了塔台以后 采取了射杀行动 机场方面还向记者出示了 当天负责射杀小狗的工作人员 向塔台请示时的录音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我们正在在复权机 人物检查案底下 在找那个小狗 嗯 我没看到 看到 哎呀 哎呀 小狗 我是新鲜 你都不利 最后 我还请到 我看出狗了 我还请到 我还请到狗 看到狗 对 这个应该处置 那个也不知道 我会把狗打死了 对 这时候已经处置 就35分的时候 就要 嗯 嗯 小狗主人 频频质疑 哎 我就 我 我就不相信 给我证据 机场方面 拿出新的证据 对 你看 对对 这个白点 往这边跑 再过去就是我们的滑行道 往后就是跑道了 机场里的一只狗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可能大部分人关注的也是 如果机场方面 根据相关的安全规程 在最后紧要关头 将小狗射杀 没有问题的话 嗯 是否意味着 航空公司 也就是这个案件当中的 承运人 嗯 也可以因此而免责 那当然不能 这是两件事 要分开来看 那么其实 单纯的就这个 你女士 跟那个海南航空公司 之间的合同纠纷来讲 就不管你证明 他故意过失 还是没有过失 作为海南航空公司 都应当对这个 导致小狗死亡 所造成的这个损失 都应当承担 损害赔偿者 当然损害赔偿的范围 到底有多大 其实立法也是有规定 那么312条的规定 312条的规定 一般来说 有约定 从约定 就是我原来有保驾 等等的 那么二招 约定来处理 没有约定的情况下 先二招合同法的61条来处理 先协商 协商不成的 二招货物到达地的 市场价格来计算 也就是说 二招海南当地的 这样的一支贵妇权 它的价值是多少 然后作为一个赔偿标准 那么接下来 你女士和她的家人 还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我们接着看 记者发货的后续调查 负责处理此事的航空公司的工作人员表示 对于你女士失去爱权的悲痛 她们非常理解 我们会理解家人 对在失去这样的一个小宠物以后的 这样的一种心情 因为我们很多人 自己也养小狗小猫 都能知道那种难以割舍的心情 机场方面也表示 希望你女士一家 能够理解她们当时两难的处境 最后的关头 我们也是本着 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 最后逼不得已 破云无奈 做出了这样一个 射杀的小动物 也希望表示理解 对于机场方面的这些解释和证据 你女士还是不太相信 她觉得机场方面必须要拿出更有力的证据 才能证明格格是对飞机构成了威胁 我就不相信 她说当时呢 为什么要打死 给我解释 说因为有两架飞机 还有一分钟就准备要起飞了 其中还有一架飞机要准备降落 完了 她说所以就启动这个应急方案打死 在美兰机场的值班室内 记者看到了当天飞机起落的记录表 这个航班 马上 这个航班就是南方航空的 3120也是北京过来的 这是它的落地时间 16点36分 16分 对对 16分落地 落地 等于就是那个小狗跑出去的时候 是已经是16点20几分了 25分的时候 从那个行李 从那个船船带上跑出来 从他的笼里面跑出来 离这架飞机落地 还有10分钟 10分钟 对对 然后他经过穿过这个机瓶 穿过我们的这个工作区一直的往那个方向走 那么处置完毕35分 从这张记录表上我们可以看到 当天下午4点半左右 确实有飞机要降落在美兰机场 而机场方面说 当时小狗格格已经跑到了飞机的滑行道上 这就已经构成了对滑行飞机的威胁 如果他继续往前 就是飞机降落地跑到了 机场方面还提供了一段视频 证明当时格格已经向跑道的方向跑过去了 机场方面说 这段视频显示 在当天16点32分15秒左右 一个小白点 也就是小狗格格跑过了停机坪 因为狗的颜色与地面接近 几秒钟之后就看不清楚了 但他奔跑的方向是机场的禁区 可是你女士觉得 即便真的需要采取应急措施 难道就一定要开枪打死一只小狗吗 动物跑到跑道上这些应急措施 好像也没有说要击毙吧 只是抓捕 为什么要采取这么不人道的 必须要打死它 而且它一点攻击性都没有 对此机场方面介绍说 目前国内各机场驱赶动物的设备大致相同 主要的用具是用来驱赶鸟类使用的散弹墙 他们正在想办法采购更全面的设备 比如说购置网枪 那么我们现在也在积极的购置当中 因为这个网枪 它是一种警用设备 在民间没有 所以我们还在联系在购买 但是对于海南航空公司和机场的解释 你女士一家表示不能接受 因为有一件事 他们到现在也没弄清楚 那就是小狗格格究竟是怎么从拖运的笼子里跑出来的 而这个问题弄不清楚 也许还会再出现小狗从拖运的笼子里跑出来的情况 一旦出现小狗影响飞机安全的事故 那后果可真就不堪设想了 你只要不要再说是因为我们的相走问题 然后你承认说我们可能是工作人员的疏忽也好 我们失职也好 是我们的错误 对不起 我们愿意 就是我们愿意今后的这个工作上 我们要如何的改正 的确 小狗格格到底是怎么从笼子里出来的 是笼子本身的质量问题 是飞机途中的颠簸 还是人为的其他外力导致的 到现在都还没有一个定论 就说这个狗的笼子呢 我们没有发现什么特别的情况 这小狗怎么钻出来的 这个事情呢还是有点比较 还是觉得还需要这么调查吧 那么韩国公司对于拖运宠物狗等小动物 有没有相关的规定呢 是否能保证宠物在拖运过程中的安全呢 包括您的这个小动物和您的那个箱子 加起来的种重量不能超过20公斤 然后您的箱子 这个小窝 就要是比较使用比较牢固的材料 然后呢 这个小窝呢 这个小动物大小要适宜 要利于小动物在里面翻转啊 站立啊 不能太急 航空公司方面表示 目前我国各大航空公司 对于动物托运都有一些相关的规定 并且也一直在不断完善和提高 航空公司方面还给广大乘客提了一些建议 航空公司方面说 在事发后 他们也找到了您女士 希望通过协商妥善解决此事 也是在我们的公司的官方微博 也是一直表达了公司对这件事的一种歉意 和希望解决这件事的一种态度 而且不光是对于事情本身的解决 更重要的是 我们后续会做更多的工作 来提升整个小动物小宠物的运输质量 美兰机场也就此事给您女士造成的伤害到了前 另外也借咱们今天说法 这样一个权威的媒体和知名栏目 我也代表美兰机场 向宠物狗的主人和家人表示诚恳的道歉 我们将在今后的工作中 不断的提高我们的保障的手段 避免此类问题的再发生 虽然航空公司和机场方面一再表示了歉意 不过你女士家还是表示 要走法律途径来解决此事 目前我们的记者得到的消息是 你女士和她的家人已经向法院递交了诉状 而我们也将继续对这个事件的进展加以关注 感谢您收看本期今日说法 感谢您到也不是参与我们的节目 谢谢 稍后请您继续关注中央电视台 综合频道为您带来的其他节目 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致興换 4.8 material 字幕志愿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隔 transparency